今天停班停课的地区包括了有 高雄市六规区、茂林区、桃园区、纳玛夏区 而宜蘭县是有四季国小以及茂安分班 台东县则是海端乡、利稻村、乌路村 初来国小、新五分校 今天都是停止上班、停止上课 而另外台东地区也有不少的国中小学 因为台风造成灾损严重 考量到学生安全 今天照常上班但是停止上课 而同样在东部的花莲 这几天雨是惊人 同门村防汛道路发生了边坡土石崩落 此外秀峰还有多户民宅 遭到了土石流的侵袭 大量的水流侵袭而下 花莲的南安瀑布原本平时是 涵细的流水 因为山区大雨 如今沉了雨铺相当壮观 海归台风夹带好雨 风沛雪量 却也酿成灾情 山壁土石崩落地上一片泥泞 因为连两天降雨 通往秀陵乡同门村的防汛道路边坡 发生了土石流阻断通行 向公所全力抢修 先维持单向通车 不只道路发生土石流 在受风又多户民宅 遭到大量土石侵袭 屋内都堆满了十块泥沙 外头的土粒还堆到快半层楼高 甚至民宅门口也被土石给堵住 前一天预防性撤离的居民 回到家里一看全都傻眼 首当其冲的台东同样灾情多 受到强风影响 台东航空站四百公尺的跑道围离 整个被吹垮 航空站外的稻树也被吹倒 预计要一个星期才能完全复原 台东市区也到处是露树倒塌 多辆停在树下的汽车被大树压毁 清洁人员是连夜忙着清理 而受灾严重的 还有位在登陆点东河的太原国中 校园被强风扫过 图书馆的大门被吹破 屋顶的铁皮也掀开 损失预估上千万 而在南横公路的 污路道立道段 出现了严重的陆积流失 将近二十公尺 预计七号才能够抢通 记者张明哲 蔡惠林 王新中台东报道